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重力位能的零点 可以任意的设定 所谓的零位面呢 就是重力位能为零的位置 通常我们习惯以高度为零 来作为零位面 比如说A 这个A同学呢 他就是以地面 这里为零位面 那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称呼为 U A 零等于零 这样 那可是如果是B同学的话 他这个位置 他觉得他想要以他的地板为零位面 那他也可以说这个位置是U B零 然后是零 好 那么 A和B同学他们都一起去看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有一颗球 然后他从二楼掉到 他从三楼掉到二楼 从三楼掉到二楼的过程中呢 重力位能减少了 重力做了正攻 那对于A同学而言呢 这颗球的质量如果是NG 他一开始在三楼的时候的重力位能 就会是NG 乘以30 NG乘以20 然后后来他掉下去以后 到了二楼 就变成NG乘以10 因为对于A来说 三楼是20公尺 然后二楼是10公尺 那这样释放出来的能量呢 是NG20 去减掉NG乘以10 结果就是NG乘以10 那可是对于B来说呢 对于B同学来说 他想要以四楼地板为零位面 那他看到的三楼的球 是对他来说是-10公尺 那这时候他的高度是-10的话 他的位置是-10的话 对于B而言 这颗球的重力位能 就会是NG乘以-10 紧接着他掉到了 球掉到了二楼 所以对B来说 这时候球的重力位能就变成-20乘以NG 可是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看的是同一个现象 所以释放出来的能量 应该都要是一样 他们两个都静止状态 然后去看一个球 从三楼掉到二楼 那你去看他的能量差异 结果还是一样 都是NG乘以10 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以哪一个点为重力位能的零点 其实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变化量 重要的是他的变化量 所以重力位能的零位面 可以任意设定 看你想要怎么设定 在哪个位置为零 就看你方便 好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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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